新年就要大掃除 贴心的Summer推出道理家服务 要来解决粉丝的疑难杂症 这次就接获粉丝蒋太太的来信求救 听说家里储幻肆虐 到底怎么回事 赶紧跟着Summer实际瞧一瞧 听说你们家也有佛地魔对吗 对 它到底是怎样困扰你们 就是我每次晚上做饭的时候 就在天花盘上面这样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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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你在煮菜的时候就不会怕 对啊 怕它掉下来了 煮菜了 这样也不晃 但是没有关系 我找了专业人士来到这边 大哥 有没有看到 结白有没有 结白代表什么就是干净 今天呢 有没有办法 可以解决他们刚刚听到 你所...他们所的困扰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拾木带 根据蒋太太的叙述 老鼠最常在住家出没 尤其是厨房外的防火象 常常把它吓得花容丝色 于是我们指导龙穴 就先从鼠窟着手吧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像后防火象这边排水沟的部分 经常老鼠就是它最主要出入的地方 所以你看它里面很脏 等一下 这个地方就算不用阿姨讲 我只要来到这边 我根本连进都不会进来 因为这边就很像是他们的聚齐 派对的聚齐地方 没错 最主要这边藏屋纳共 食物来源都没有问题 那老鼠要从后防火象进入到室内 都很容易 只要一旦室内有一些孔洞 一些像砂窗很容易 让它进去的地方 它就会侵入到我们家里面 鼠患肆虐的原因就是这个防火象搞的鬼 而初鼠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确定问题的根源 第二步则是进行侦查 看看老鼠们跑进家里后 都多往哪里去 你说它从里面开始检查看起是不是 对 那我们要怎么看 通常习惯都会先把门关起来 门关起来 门关起来之后呢 把门关起来之后 应该就不会跑进来了 可是因为我们要往下蹲去看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门缝 是不是我们手指头 伸下去会有缝隙的 我可以试试看 是有封进来 可是那个缝隙是 我指甲缝进去 刚好这样子一点点而已 这样就没有问题 今天这个缝隙是我们一个指头 一个指头 再大一点点 老鼠如果它的头骨可以进来 就整个钻进来 一个手指头这样就可以进来 对 因为我们用它老鼠的头骨来看 对 那当然如果大的老鼠进不来 但是小的老鼠就进得来 那所以说这个门 如果我们来看它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 对 专家有提醒 如果发现小胖踪击 家中的门窗还是关上为妙 但是如果真的没问题 还是有折衷的办法定义 妈妈 你最常看到对不对 这都有看到 对 是哪里 没有啊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 这个纱窗会来检查 那比如说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 发现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修补过的痕迹 对 所以阿姨这边是不是有 曾经有破属过 对 所以依据这个状况我们就发现 老鼠只有可能是从这个洞 破坏进来的 对 其实如果后面排水溝的密度增加的时候 他还是有机会再进来 所以像这种沙网 最好能换成不锈钢网 会比较安全 不锈钢网的防堵作用 就如同窃盗所 拖延他们进攻家里的时间 漸漸老鼠们发现不好攻破 也就不喜欢浪费力气来打扰 但李大哥却说 其实触犯问题不算大 真正大条的事放丁了 北区安定吗 这边很干净耶 又很洁白这样看过去 然后也没有什么杂物 也没有什么食物放的 怎么可能他会来这边要出没 因为我刚走进来的时候 我稍微看了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都有一点黑黑的状况 黑黑的应该就是一般住家 你看这个白色的 白色顾名西医 当然你用就是住家酒楼会张 这很正常啊 可是你看他为什么要黑这两块 不去黑中间的地方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可能刚好灰尘路在那边 被你这么一讲怎么好像 对你看这边也有啊 这边也有啊 只要角落有 或者是部分中间有 一点黑的好像 对你有看过蜘蛛人吗 蜘蛛人有看过啊 蜘蛛人有看过啊 攀上攀下的时候 一定是找那个支撑力 比较OK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明显 这边也是小胖 上上下下的地方 不可能吧 特殊物品要亲眼看见才能相信 赶紧准备机子要来登高一望啊 都是老鼠脚印 而且非常明显 那尤其这一块 它上上下下的一个迹象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的一个 你看比较脏 对啊 比较脏啊 所以你大概 你刚才说是脚印 对 没错 我不相信 很明显吗 很明显 你可以自己上去看一下 你不要再跟我上去 然后上面就一直在等我 因为我们现在 这么的 在这边讲话这么大声 他应该 一个躲起来了 而且这个时间 不是他活动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放心 远看只是一条欧鹿鹿 大哥刷拳 是老鼠脚印 真的是有点难幸福 还是有请Summer 看清楚说明白了 眼看还看不出来 近看的话就感觉是 它的大小大概是一般的 一般米粒再一半 三分之一 然后你就会看到 它是有六个小米粒 这样子 这样子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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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正如同大哥所说 都是一个脚印拖出来的 老鼠肆虐的痕迹 莉莉塞姆 真是让人毛骨受染啊 他到底怎么爬的啊 这边跟这边也差很多 他不可能从桌子跳上去啊 所以我们会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 他除了从后面进来之外呢 对 他也没有可能 就是说 他有什么路线 我不懂 这边看起来也还好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窗户嘛 对 通常跟后面厨房一样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它也是有一个纱窗 那在家里面通常还是会开窗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看有一个 有一个填补的痕迹 对 那所以说 它从外面的这个 进来的几率很高 那我们做一个假设 好 假设它窗户 它没有密闭起来 老鼠它就有可能 从这边进来 沿着这条线 然后再往这边跑 你说沿着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窗帘这样跑 对 窗帘可以啊 窗帘没有问题 窗帘它用它爪子的附着力 是OK的 然后如果跑 跑到这个地方 对 那这个地方最脏 就有可能从这个地方上去 然后从这边爬上去 对 真的 非你这么一说 这四个角角 这边是最黑的 因为这边有个 它补助跳跃的地方 对 没错 找到了 但一向都是推理 还得要找出老鼠 真实藏匿过的证据来佐证 才算言之有力 实实在在啦 有 我看到了 黑黑一颗一颗 对 都咬完 散落在各的地方 没错 这一刻真相大掰 原来这夹菜 就是他们的游乐园 经过里里外外 大费周章检查 我们非常确定 老鼠目前尚未在家中煮巢 大部分都经由防火箱或咬破沙窗 跑进家中 于是乎防肚老鼠的工作 就要先通乱源开始啦 好 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设陷阱了 好 大哥刚刚说呢 最重要的这个 让我拿 这个呢就是大家 随手都可以拿到的饼干 但是他说这个饼干呢 不是一般的饼干 有什么 因为有奶酪香的饼干 老鼠的这个香气会诱饮它 来这边觅食 所以我们用这个饼干 其实饼干或肉都可以啦 那因为今天 我们发现它是早餐店 所以我们用饼干来试试看看 搞不好效果会不错 好 用香气十足的诱饵 尤其是Cheese類来引诱 事备公办啦 另外再将鼠笼放到靠墙隐秘角落 因为老鼠多从外面闯进来 鼠笼的开口得朝外 如此放置百分之百的附属陷阱 打工告成 大哥 那我们下一个地方要放哪里 要放陷阱呢 因为我们刚刚进来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冰箱下面 会有它躲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下面先放一组的黏薯板 好 还要先把这个拆掉 对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把这个薯板 把它摊开 大哥 所以黏薯板 我们只要放两块就好了吗 因为我看我妈妈啊 她就是放满整个地方 你知道她是围着上排排排排 排大概十片左右 因为她跟我说 老鼠可能都会从这边出没 所以她全都排 到底该怎么摆比较好 因为我们要考量到就是 老鼠她是 她的想法是怎么想 比如说她要从这个角落进去 她就会从这个地方 但是冰箱 我们刚刚下面这个下档 它真的是迷失了 所以你摆 老鼠根本不会中 我们如果说担心老鼠 会从这边进来之后呢 或是这个地方也可以进来 对 这边进来之后 它有没有可能穿去客厅 所以我们可能会 会在这个柜子的下面 我们再来摆几片这样子 对 不只要设想老鼠游走路线 另外最最最关键的重点 就是摆放陷阱的环境 不能改变太多了 因为老鼠很聪明的 记忆力竟然可以维持 两个月耶 一有大变化 它们就会觉得事有蹊跷 那就不会上钩了 但至于老鼠最猖獗的饭天 又要怎么防换呢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摆 很明显 当然你不是说 四个角落都有它排过的痕跡 所以四个角落一定要摆 然后这边最黑的 所以一定要摆最多 大概如果是我的话 应该是这边摆你三片 这边摆你三片 然后这边两片 两片 我们目前如果说 我们以天花板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集中在这个点跟这个点 因为它是唯一可以下来 那如果说它有经常从这边上方向下 其实摆在这两个重点 就可以去把它捕捉到 你摆得太多的话 有时候你没有抓到它 反而惊吓到它 效果也不见得会很好的 陷阱不是多就比较厉害喔 放重点才是王道 而射陷阱还有妙招 赶紧看李大哥如何起囊相受 我们习惯就是如果说 这个地方那么明显的话 我们就是这个地方重叠 那老鼠不管从这个地方串过来 或从这个地方串过来 下来的时候 就会中到这个书板 摆一把摆错的话 也有可能是根本你直接摆 摆放而已 摆花捏书板的钱 而且你会笑到它 好 这就是专家跟业余的差别了 除了浪费捏书板 有时候还会危害到其他人 爸爸以前都把捏书板黏在哪边 都放到那个早餐店那边 对啊 然后都放在地板上 就是会把它关起来 不让它出来 因为它之前很被黏过自己 通常就是说 像我们在使用这种黏板的话 就是很担心家里的猫或狗 黏上去就会很麻烦 所以说像有些黏住板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用这种 比如说上面有一层 可以把它这样子保护起来的 就是万一如果说 有看过吗 没有 猫或狗万一乘上去的时候 它是不会有 另外就是说 如果再担心的话 我们也不一定要用 就是黏住板 我们可以用这种 比较小型的 事实上如果说像狗 光它头部要进来 就会有困难 那如果说像老鼠它这样进来 我们把食物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里面 它就关起来了 对 这种猩猩捕鼠笼 简单轻巧好方便 最适合放室内 还不用担心影响宠物活动 白发So easy 只要找隐秘厨所靠墙放 就大功告成 接下来就期待明天的战绩 现在是第二天的时间 我们来到了现场 就是你知道讲妈妈的家 我们要来看一个 验收看看有没有小胖 但是你也知道小胖是我的 我实在没有办法正眼跟他相望 所以我今天找了一个打手 他就是哈利妙利用 什么东西啊 我可以就是在此学院 我可以走去哈利妙利用 我跟妳讲 今天我可以教她 戴了一个高的帽子 然后她挡在我的前面 就是我会教她说 先去 有没有 有吗 有 我来 好 我先找 拜拜 我跟你说开心台湾大体了 所以现在她就是我的打手 我们要赶快去看 有没有小胖 Let's go 你放在哪边 你先跟我说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左右各一个 对 让你选择吗 我先扫一下好了 好紧张 你不要过来 还不怕 怎样 有你最害怕的那个东西 真的假的 真的有耶 化身为千里耳的Summer 一听到不对劲 马上就躲起来了 这里就有我独挑大梁了 她尾巴好粗 你的妈呀 她这个算是 算大只吗 如果以老鼠来讲 她体型一定算比较大 又比较肥 我看她身上有掉毛 是不是她的 没有 应该有一点年纪了 那因为沟鼠 经常在地面上活动 所以毛很容易就是会 掉得比较多这样子 那如果在我们家里乱串的时候 会不会对我们身体 还是什么造成影响 她会影响是因为 她从水溝进来的时候 她身上本来就不干净了 如果在我们家里面的桌面 地面或食物这样爬一爬去 那时候就沾不很多脏的东西 它这样子很容易就会造成 我们在吃的时候 吃到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哎哟喂啊 各位观众 请想想想 这冬突一块毛 吸掉一块毛的小胖 带着浑身细菌 在家中斑串 汗泄物到处都是 万一不小心沾染到 对身体是有大大危害 恐怖啊 那我可以这样扣出来吗 就是 那不对啊 那如果这边真的有老鼠的话 你要怎么把它尻出来啊 因为你看像如果刚刚那只 小胖这么大只 它如果躲在这边 你要怎么把它拿出来 我们要先抓到它 抓到它再把冰箱移动就好 冰箱移动 所以我如果顺利拉出来的话 就在外面有小胖 如果它卡住的话 就代表这些东西 对 不过通常我会先看清楚一点 先看清楚 对 要先看 不然的话你一抓到 就抓到小胖的身体 也是 对 我怎么那么傻 好 我先看一下 傻噗隆噗 都是因为太紧张了嘛 因为现在就像在某恐怖乡 里头有什么你都不知道啦 没有耶 没有 空空的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推出来 对不对 再 推出来就有蟑螂 我好怕喔 每个人都有弱点嘛 我不怕老鼠 我就是非常怕蟑螂啦 你看我们家主持人在那边 因为想要残侣 现在就怕老鼠 我刚刚很怕拉出来 会有蟑螂 蟑螂你就叫我 我就会马上崩溃 蟑螂叫他 你会跑 你才会跑路 好啦好啦 仔细脱红 赶紧帮江太太揪出舒缓 才是正经事 没有 好像连咬过的痕迹都没有 应该是完整 对啊 虽然下面都没有 所以我们上面 是不是应该也不用看 没有还是要看 也有可能还在上面 已经在上面被抓住了 下不来 所以下面没有 搞这很难说 我们这个还是可以 暂时再摆回去 还是说我们要再下猛药 就是帮他加料这样子 所以我们换个地方 今天这边没出现 我们换旁边怎么样 需要吗 通常摆一个位置 大概至少摆到 大概是两到三天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是一个新的事物 老鼠会观察个两三天 才会进去 他有这么聪明喔 有 他有没有 譬如说老鼠 老鼠他的智商 相当于人类的几岁这样子 我们应该这样 他具有非常好的学习能力 就是我们像婴儿 婴儿刚在长的时候 比如说大人做什么 他就跟着做什么 所以他有这样的学习 所以我们怎么样 他们也会怎么样 还不至于 但是就是说同伴之间 会互相学习模仿 比如说我的同伴中了 他们同伴就不会在这里面 或是在这样的形状的 不会在这附近 这形状里面 再去进去里面吃 好美 所以以后我们如果要做 補鼠龙的话 就要做各种不同的造型 因为他们会分别 会伪装 会伪装 除俗的家庭 他的陷阱 可能要越做越滑桥 也不见得就是能够隐藏在 感觉起来不像的 補俗的器材之间 真的觉得蛮可怕 还有学习能力这件事情 让我有点吃惊 所以大家呢 还是要好好的 爱护自己的家里 要打扫干净 然后该补的都还是要补 尽量不要把这个 聪明的小动物 带到我们家里面 所以搞不好 我们就一直放什么 英文什么 念A B C D 所以他哪一天就真的会讲话 也不一定 我玩 我不要 我不要 好啦 另外一个在哪里 就是这边 这上面也有放 所以可能要上去看一下 天罗地王就对了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 你有没有曾经上去 然后自己被吓到 有啊 就是 就是一般很常怠性的检查 但是一上去就一看到一只老鼠 自己也会吓一跳 所以 那你有没有看过最恶心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 比较很大 非常大的老鼠 非常大 老鼠死掉 他身体会更加膨胀 为什么会膨胀 因为里面有很多 哦 天哪 真的是不该问这个问题的 这样 这样叫我怎么有勇气 去面对接下来的事情咧 对 对 还是觉得蛮有点可怕 因为你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样 我先密一下好了 不够高 我 大家千万别笑我哦 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麻烦会惊惊惊惊惊惊惊 我是没有看到全部 我只看到有那个触须你知道 触须 就是 就是 从那个夹缸里面这样 有这样 有这样子 有啦 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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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不敢拿耶 好可怕哦 有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 我只看到触须 你 知道怎么拿 好可怕 他眼睛对着我耶 真的啊 好啦 该面对的 还是得面对 谁叫我这么敬业呢 好可怕 这个是空的 这个 有蟑螂 好可怕 有蟑螂 我只看到蟑螂 你在上蟑螂 你在上蟑螂 好可怕 有蟑螂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上面会有蟑螂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上面会有蟑螂 好可怕 好可怕 你坏东西我会拿到蟑螂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上面会有蟑螂 我們去旁邊去旁邊去 通常大部分都 多多少回燃料床 我們會把那個當作是一個 那個 不要怕 妳趕快把老鼠取下來 加油 不要怕 我的天啊 不要怕我們趕快把老鼠取下來 我們先收工了 不要怕 所以妳先上去看 就先看看 旁邊會不會有蟑螂是不是 還是我先幫妳看 好 妳先幫我看上面 有沒有蟑螂 我現在是兩隻很遺憾了吧 我是不怕蟑螂嗎 好 後面我眼上都可以沒關係 Summer 你這小壞蛋 現在有時間說瘋涼話了 別忘了我可是不怕老鼠 算了 大哥直接拿下來好了 對 就是一個障礙 妳不能講那兩個字 上面有 好 妳拿好了 太可怕了 很怕 是嗎 蟑螂不要靠近我 老鼠可以告訴我沒關係 還不行 喔 果然專業一出話 壞蛋都給線心了 未來只要做好防範工作 相信老鼠危機啊 就能解決囉 好 不要這樣拿過來喔 好 我現在已經有點 被蟑螂驚嚇到 不知道該說什麼 今天算是有收獲到嘛 可是如果我們一般家庭 是沒有辦法 就是都是空的書版 有可能 那這樣怎麼辦 那就是妳必須要再花 因為我們是時間很短暫 那如果我們經常花 大概三到五天去做觀察 然後或者是說 我們今天來擺 可能過了幾天 屋主他認為說 為什麼我擺了都沒有中 但是他在其他地方有發現 所以要再去調整位置 這樣請你們過來幫忙出的話 是多少錢 基本上我們基本派工一趟 都是一千五百塊錢 一千五 一千五 當K啊 你只要花一千五 我們就可以把你們這個屬害問題 這樣 但是材料跟其他的費用 要另外再計算 好 就是材料費用另外計算 但是一千五 就能降低 你們這個家庭的困擾 我個人是覺得滿划算的啦 那蟑螂可以順便嗎 蟑螂我們會看啦 但是如果是少量的話 有時候去的話 我們帶點蟑螂的比較 幫他點一下 好 你現在今天有帶嗎 有啊 好 那等一下可以給我幾條嗎 我又被招惱一下小 D大哥派工一下一千五百元 除了除老鼠 還能幫你分析數壞猖獗的原因 更可以順便出張 簡直一之三的啦 除掉小胖了 謝謝 從此我們家 不需要 就不會為那個小胖說苦了 真的 就是大家一般在家裡面 假設說你真的 不是那麼大的問題要處處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自己動手來嘛 就是你可以先看看說 怎麼樣是看老鼠的蹤跡 跟怎麼樣射陷阱 但是呢 最重要的 還是要有專業的人 環境的整潔 跟他們自己的環境維護 會更重要 我們做已經是後面的部分 真的 不過我要跟大家說 今天不是我賺到 是你們賺到耶 你們已經現賺兩千塊到三千塊了 好啦 大家今天很高興認識你 謝謝 這一天 我來到台北 認識了楚楚專家李正萌 不嫌髒 不怕辛苦 深入別人 所不願意到的地方 做著別人 所不願意面對的工作 褲害 蟲害 別人聞之喪膽 他卻做得甘之如遺 默默除出了眾人的煩惱 成就了所有人乾淨的家園 我 我在體驗 我在體驗人生 體驗一個你不知道的行業 體驗一個你不知道的工作 出途專家到你家 要你新年安心好過年 所以這個地方明顯 也是小胖上上下下的地方 不可能吧 每週六晚間八點 盡情鎖地 東森財經新聞台 請台灣大體驗